我在加拿大十几年来,一直都是坚持 首次看诊和治疗都是免费的 今天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的患者心里有底 他不会被蒙、骗、像这样的情况 让他可以把这个方面的问题鼓励放下来 所以这一来的话,比较受我们广大的患者的欢迎 第二个特点的话,我们的多兵同志 有的往往年纪大的人,他也有很多的疾病 也有老年疾病 有什么疾病啊,摆摆脏啊,什么腰痛啊 血敏不好啊,这些疾病啊 这些疾病,你只要是有一些不舒服 我都是以示心里头跟他来进行治疗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,因为我广大的这个消费这个环权 一个是节约了他的时间,第二个月剩下很多些费用 所以这个方面,我这又一分钟了 谢谢大家